这只小路其实叫大山 14年10月份是一个客人 把他遗弃在我们医院的 当时来的时候 是全身选了肉模糊 然后整个腰椎都是断的 被车碾了以后 然后主持人在医院 我们经过挑救然后治疗 然后恢获了他的生活 基本的生理功能 但是他的后腿啊 还是没有反应 所以他整个后驱是瘫痪的 因为他很坚强 所以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厉害 所以都看他起的名字叫大山 所以都比较很美大 他现在14年到现在 应该有六七岁了 整个牙齿都已经好多都掉了 但是他现在活的还是很健康的 除了吃就是玩 然后冬天的话 因为外面比较冷 所以没有让他出去 夏天的话他出去的话 好多众名的邻居啊 都会来看他 都会特别喜欢他 因为他推个车车 大家都很稀奇啊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 好多众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